等一下,我關那個什麼 就是把那個,剛剛那個問題解決了 就是零用金有沒有 顯示出來呢 誒,他剛剛是亂嘛 可是呢,要怎麼樣讓他不是亂嘛 中文部份,因為這蠻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解決的話 那後面當然很多問題就沒辦法解決 我印象中好像那個書裡面 並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怎麼解決的樣子 我不太確定 那我要解決的方法,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也並不困難 但是必須,第一步 你要把那個什麼 我們內部的,Windows裡面的 我是用中黑體 把中黑體的那個字型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MainlessPride的這個根目底下 因為這個套件 他用的字型是英文跟數字而已 第二個的話,你要修改一個設定檔 大概這兩個動作 怎麼做 我大概帶一下 第一,請你先找到什麼 找到我們C底下的Windows 底下的Phone有沒有 這個字型的路徑 應該知道這個東西吧 以後如果你要裝什麼華康的什麼什麼什麼字型的話 你就把他的TTF複製到這個路徑就可以 那你電腦裡面就有對應的字型了 那如果說你要把他的微軟 我是找到微軟的正黑體對不對 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 第二步,請你複製到那個MainlessPrideLab這個路徑底下 這個路徑在哪裡 特別重要,蠻長的 那我是有把這個路徑直接放在我們的這個底下說明 在哪裡,在這裡 就是這一串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的 這個上方這邊把它貼上 有沒有,就是這一串 或者你再記一下 其實就是什麼 在SitePackage 在Lab的SitePackage底下的這個東西 MainlessPrideLab 然後底下會有個目錄叫什麼 MPL底線一槓Data Data這部分 然後你就把這個裡下有個縫 有沒有,縫紫 把剛剛那個東西打開縫紫底下有個TTF 把剛剛的那個微軟的中黑體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應該最大這個 我把它倒下,應該就這一個 它的檔名叫什麼 MS 什麼 JH吧 點TT TTC這個 OK 第一步就是微軟正黑體 這個把它貼上 直接貼過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一樣跳到剛剛那個目錄的前面這裡 這個 MPL 一槓Data 它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叫什麼 MainlessPrideLab LabRC 有沒有 它沒有副檔名 那這個就是它的設定檔 你把這個設定檔按右鍵 用什麼呢 用EditWithNotivate++ 然後找到什麼呢 往下卷動 找到大概200多行吧 248行這個 248行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 叫做 奉典Family 它原來的名稱叫這個 叫什麼 SASAMSERF OK 這個 那我就直接什麼 把它用一個檔名 那個什麼 用這個 就把它用那個什麼 把它塗個顏色 這樣會 大家會比較清楚 把它這個 直接 把這個有沒有 微軟中黑 微軟中黑體的這個名稱 把它Ctrl C 因為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把它複製之後的話呢 貼到這個 FoneFamily 這個把它蓋掉就可以了 存檔 這樣子就大功告 意思就是說啦 以後FoneFamily 應該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用的字型 換成微軟中黑體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兩個步驟 一 把微軟中黑體 複製貼到它的什麼 TTF裡面 這個路徑 這個Fone TTF 貼上 二的話呢 更改這個設定檔 設定檔裡面的話 我剛有那個在這裡 這個這個地方 那更改完之後呢 你再把它執行的話 這樣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因為如果 這個圖表 假如不是中文 中文無法顯示的話 那 可能 它的 可用性就會 大大的降低了 OK 試一下 我們 我們 好 我們 感谢观看